ICS 在這一次快樂將界的最前線的展出 我們試圖的要把廖雀本老師 創作生涯中所累積的很多手稿、細作 甚至周邊的檔案跟文獻 做一個收集以及比較全面的展示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展间其实有非常多的 放置文献或资料的桌面 其实是可以跟作品 去做一些交互的对照 例如说我们会把一些作品 它是怎么样生成的习作 就放在作品的旁边 或者是跟作品的当下 有关的一些文献和档案 那观众其实 可以先看完作品之后 再看一次文件跟资料 或者是两个一起互相对照 来找出自己最舒服的切入点 那在这些文献和资料中 其实廖壽平老师他自己 是已经整理得非常完整 他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 所以我们在收集或是整理资料 并没有遇到太大的艰困的点 但是我们这一次有非常开心的事 透过网路无缘附近的力量 我们有收集到廖壽平老师 自己都已经意识着一些第一手资料 例如说廖壽平老师 当时在美国的普拉特版画中心 普拉特版画中心的主任 Fitz Aschenberg 艾森堡这个艺术家呢 他作为主编有编了一系列的杂志 叫做艺术家认证的年鉴 那在这个年鉴里面呢 其实有用廖壽平老师的原版 所印制的一个插画 那其实在廖老师他本人的手上是没有这个东西留存的 但是我们在网路上寻找到了这个文献 并且把它带到了 跟作品的旁边放置在一起 希望可以给观众看到他当时 有在艺术创作之外的一些社交的社群活动 在这些文献里面呢 其实我特别想要拉出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大家在A展间可以看到 有一个廖修平老师他的速写的习作 那速写的习作背面翻过来呢 其实在纸上面留下很多法文的练习的笔记 那如果我们去仔细分析这些笔记里面在写什么内容 其实廖修平老师啊 他是在记录下他所看过的一些当时的电影 特别是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 然后还有当时在法国所播放的一些外国片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大帝在震动 或者是安大鲁之拳 甚至是黑泽民的七五世 那我们知道在廖修平老师去法国1964年这个时间 其实中华民国还是在戒严的状态 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很轻易地接触到这些流行文化的 那他突破了这个界限在法国能够吸收到这些文化 我相信这也是对于当时本地 台湾本地的艺术社群来说是几乎不太可能达到的一件事情 也是他作为艺术家所突破的第一个限制 这次还有另外一件作品想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廖修平老师2021年的年度新作叫做四季海岸 那四季海岸各位可以到展览间第一 一进门往右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个六连幅 那在这个六连幅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圆圈 圆圈里面呢感觉好像那个圆圈就是观众用观景窗 然后我们窥探到的海岸线的一角 那我们看到的海岸线呢 其实他感觉好像是用色彩去表现波光灵循的感觉 海岸线的这整个系列的发展呢 启发自廖修平老师 他最近一次在北海岸游历的视觉经验 但是同时呢 其实也指涉到了廖修平老师 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也就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呢 其实有到过金门的大胆导当兵 那其实他那个时候有呼应到展庭 就是他人本身就是在冷战的最前线 要和共产势力对抗 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人生经验 或多或少也对他后续的 在艺术领域上面的冲锋陷阵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各位如果在展场里面看到这件作品 在视觉的很安静的与会表达底下 其实也潜藏了他的这样一个 无论是他的人生过往的经历 或是他对创作的热情的 一个叠加的呈现 也就是他人生过往的经历 也就是他人生过往的经历 也就是他人生过往的经历